第三十八集 想了一会儿,这些女弟子都赞同方寒的意见。 方寒师兄说的是,我们现在有了对付天魔的经验,救人就方便得多,而且击杀天魔对我们的心性精神都有很大的磨练,是一举两则的事情。 众人坐在地面,休息了半个时辰之后,个个精力饱满,完全恢复了体力,这才站起身来。 方寒连忙挥出天狼烟,形成一个大烟球,包裹住众人,在低空中猛烈飞行,离地大约三五丈的样子,遇到山峰,就绕过去。 这么多人,方寒倒是不敢飞得太高,否则,一遇到什么情况,天狼烟散了,全部都要帅死,没有死在天魔手里,掉下来帅死,做鬼都冤枉。 不过,他们却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击杀了四五百头天魔群之后,已经引起了某些存在的注意。 在数千里之外的一座高高的山峰之上,大威德魔王的眼睛,猛烈地望向了这里,随后,他的瞳孔陡然扩大,其中显现出在低空飞行的狼烟法球。 死,大威德魔王吐出一字,身体一动,离开了山峰,如幻影一般,闪烁出一连串的残影,消失在远处的天空。 于化门,天空远,巨大的镜子之上,一位长老突然叫道,这一群弟子是谁?居然诛杀了数百头天魔。 我们于化门外门弟子,什么时候出了这么厉害的人物?是什么厉害法宝? 那巨大的镜子之上,数百个代表天魔的黑点,被九个红点抹杀一空,显然是方寒,八个加兰会的女弟子。 今年天魔出现了变化,我们于化门的弟子也出现了变化。 别惊讶,这些外门弟子神童广大得很,说不定能够借到真传弟子中的法宝。 糟糕,那里有几千头天魔,还有,我的天哪,一位魔王。 就在这时,镜子上出现了一尊拳头大小漆黑发亮的球体,还有上千头天魔,正在围困一大团一大团的弟子。 方寒代表的那九个红点,正在接近魔王,还有那些被几千天魔围困的大团大团弟子。 放心,化天都他们已经过去了,魔王也要死。 就在说话之间,镜面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红色皮链,浩然掀气让这些长老都为之深深震撼。 前面魔器很重,我们小心一点,只怕聚集的天魔不在少数。 狼烟法球低空飞行着,速度却非常之快,风斥电撤,就算是再快的奔马,也比不上这法球速度的三分之一。 不过,比起一些神通秘境的顿光,剑光却就慢了许多,但小心使得万年船,方寒也不会勉强把速度催动得更快。 方寒现在运用天狼烟有些得心应收,他已经知道了,天狼烟的核心阵法在七煞葫芦的那个小格子之中。 只要自己集中精神,那核心阵法就运转得越来越快。 天狼烟的威力也就越大,越是精神散满,那威力也就越小。 催动天狼烟也颇为消耗精神。 不过,现在的方寒肉体强横,头脑清明,那精神之力也是水涨船高。 尤其是每日苦练元臣精神术,精神积攒的十分的雄魂,抑制洗练,只等有朝一日积累雄魂,突破停障,把精神转化为法力,就踏入了神通秘境。 这一番天魔战场,面对天魔,方寒是得意匪浅。 尤其是刚刚学会的天龙八音,乃是精神协调肉体的无上之术。 对于宁敬精神,有着非常好的妙用。 现在一边操纵天狼烟,方寒一边思索身体、声音、精神、意志之间的关系。 顿时,又有了一重新的迷雾。 突然之间,前面一股极其浩瀚强烈的阴寒之气,隐隐传来,就好像是要靠近一座大雪山似的。 这股强烈的阴寒之气被方寒感应到,立刻就出言警示,把天狼烟的速度再度放慢。 我也感觉到了浓厚的磨气,须月儿从怀里掏出一张黄颜色的符,用真火符点了。 这符立刻飞了出去,化为一道火光,砰的裂开,竟然散成了千百道火星,降落到地面。 啊? 足足有数千天魔? 我这符叫寻魔符,是法器,一旦燃烧了丢在空中,可以感应到磨气,有几尊魔头。 这符就炸成多少火星? 现在,成百上千的火星,数都数不过来,咱们还是先躲避吧。 须月儿紧张地说道,八个女弟子都有些惊慌,的确,即千头天魔不是他们照得住的,有宝器都不行。 这么多天魔聚集在这里,绝对不是国家家,肯定还有弟子受困,而且有很多。 咱们过还是要过去的,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就算遇到数千土天魔,我们不进宫,这里防守,也能支持一些时间的。 方寒是浑然不怕,胆大心性。 这八个嘉兰会的女弟子都不得不佩服其他的勇气来。 慢慢地飞行着,眼前高大的山峰林立,拔地而起的都是光秃秃的山峰,没有一棵树木。 从山峰对面望过去,是一个广阔无边的大平原,隐隐约约看到平原之上,阴风突起,到处呼啸旋转。 而在那阴风笼罩之下,果然有羽化门的弟子,这次可不是八九个,也不是十多个,而是足足有两三百人。 这些弟子都被笼罩在阴风之中,围攻他们的,足足有三千以上的天魔,几十头接近魔王级别的天魔首领。 那神法王,居然能够抵挡住三千天魔的进攻。 方寒悍然道,对付天魔固然是人多力量大,几百细微高深的弟子一阵狂吼,天魔也要直接被撕裂,但是数千天魔,这也太多了一些。 方寒发现,这些弟子的头顶上,足足悬浮着九尊金光闪闪拳头大小的金塔。 这些金塔发出了浓密的金光,宛如一尊数大无比的锅盖,把这些弟子倒照在其中,任凭外面天魔乱飞,就是破不了这金光。 而被保护在里面的弟子,三个一伙,五个一群,手拿一口法器小铃铛,猛烈摇动,也发出音波,朝外攻击。 有的弟子竟然拿出了一个皮口袋,里面竟然发出了风,白组天魔,吸入了皮带之中。 九宫金塔,那是九宫金塔,这是天都风守候整个风的法宝,威力无穷,纯阳宝器。 怎么会出现在这些外面弟子手中? 哦,那是九宫那名弟子,肯定是他们得到了救援。 叶宇看见那九尊小小的金塔,发出青虫金光,不由得惊叫起来。 由不得他不惊讶,因为这件宝器实在是太过震撼了。 纯阳宝器,哈哈哈哈,不错,这九宫金塔是纯阳宝器,而且,比起天机智阳所,还要精纯得多。 是我最好的粮食啊,我若是吞吃了这九寸金塔,足足可以恢复到神通五重,天人静的境界,就可以给你炼之灵气了。 炎在黄泉途中,波动得厉害。 他只有吃了纯阳法宝,才能够恢复实力,而现在,这九宫金塔正是可遇不可求的纯阳至宝。 既然宇化门已经排来救援了,你不想被人捉拿去出金八匹,就不要打着九宫金塔的主意了。 方寒暗暗说道,现在,当我知己,就是多杀几头天魔,多炼这丹药。 随后,他放开了声音。 既然九宫金塔这种法宝都出来了,是宇化门救援已经开始了,咱们闯进金塔的保护层之中,只怕还要更安全些。 不错啊。 传闻九宫金塔是掌教至尊亲自赐给第一真传弟子天都丰华天都师兄的纯阳至宝。 华天都师兄一直用他来守护天都丰,这次出现在这里,是九个内门弟子分别记起,显然是华师兄也来到了这里,去诛杀别的邪魔去了。 而留下金塔保护众人,咱们到金塔之中去,那是万无一失。 须悦尔也赞同。 这么多弟子怎么聚集到一起的? 方寒问道,他被送到这天魔战场上的时候,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们都有通信灵符呢,这种小小的法器很容易得到,业宇拿出一张小小的灵符递给方寒。 拿着,以后分散了,可以根据着灵符的指引,找到我们加兰会的每一位成员。 走,我们一股作戏,杀进三千天魔的包围圈,进入九宫金塔之中,和那些弟子会合。 方寒决心一定,猛得把天狼烟疏,威力加大。 你们哪儿也不用去了,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他们后面传来。 方寒心中一个机灵,生疼了恐惧,朝后面看去。 只见离自己身体不远的地方,一尊高弹的男子站立着,双眼苍白,似两团鬼火在燃烧着。 本尊是天魔之王,大威德魔王,你足足杀了我五百多名手下,是罪该万死的。 大威德魔王用毫无感情的声音说道。 方寒看见大威德魔王出现没有丝毫的犹豫,身边的天狼烟滚滚散散,瞬间凝聚成了一个大喇叭形状的东西。 这一叶刹那间,天龙八音从他的身体之中迸发出来,如同千军万马绞成一股席卷而至。 尤其是声音经过了天狼烟大喇叭的扩张威力,比起原来更为巨大,那音波震荡的频率足足比以前大了一倍。 这是方寒琢磨出来的天狼烟妙用。 天狼烟并不是简单的一层烟雾,而是月夜之狼的精魂,五金毒气等等各种各样的材料受到妖法的祭奠。 重的时候如水银一般,轻的时候则如烟雾一样,凶的时候如同天狼,柔的时候好似流水,可以变换出各种形状来。 有了天狼烟变化而成的大喇叭,配合天龙八音,威力,磅礴浩瀚。 这也是方寒为什么敢闯一闯三千天魔大阵的原因。 不过,大威德魔王一出现方寒就知道,这是一个厉害的敌人,胸威比任何一头天魔都要强大得多。 自己若不先下手围墙,只怕一个照面就要落入下风。 方寒现在的修为到了神变的境界,冥冥之中也有心灵感应,知道疾凶祸福。 眼前的这大威德魔王在他心里有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他就知道碰到硬钉子了。 本来方寒的天龙八音一喷出来,天狼烟也要被震碎。 不过,天狼烟被他滴血祭脸过,其中蕴含有血之精神,就好像是他的身体一般。 人的声音再大,也不会把自己的耳朵震聋,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天龙八音不但伤害不了天狼烟,反而相互配合起来,相得一张。 好强的音波! 大威德魔王似乎也没有料到,方寒突然祭出这一招。 被天龙八音一震而来,身体扭曲得如水波,不停变换,似乎就要散去。 终于,他一声长响,冲听而起,躲避开了音波的袭击。 太厉害了,我们走。 方寒一看大威德魔王居然没有被震散,还从容离去,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身上的寒帽刷了一下,就立起来了。 以他现在的力量,天龙八音配合狼烟大喇叭,距离又这么近,发动又这么快,就算面前是一头大象,也得生生的震死。 可这天魔王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身体都没有被震飞。 这,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 本来方寒还想凭借心琢磨出来的新招,来个出其不意,屠杀一次魔王看看。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魔王可是相当于神通逆境的高手。 如果真的被他屠杀,那么只怕一战成名,会得到很大的门派奖励。 但是,现在看来,他和魔王的差距实在太大,根本不可能超越等级的存在去屠杀。 当务之急,走为上策。 狼烟法球再度凝聚,这次速度增加到了极点,反着向平原之上的九宫金塔光照下面重去,正好迎着三千天魔。 本来这三千天魔正在攻打九宫金塔的罩子。 突然,方寒在后面发出强烈的天龙八音,结果把他们都弄得吃了一惊,动作缓慢下来,纷纷掉头来看。 结果,方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杀过来,一边冲杀,又发出天龙八音中的几个阴结。 这些天魔顿时被冲开,无法抵挡。 一个又一个的天魔被震碎,到了这个时候,方寒仍旧不忘大发奇才,把一头头震碎的天魔收取进七杀葫芦,然后使了个精巧的手法,转移视线,送入黄泉图中。 一头,两头,十头,二十头,三十头。 这一下不要命的冲杀,乘着天魔阵势散乱,收获巨大,足足又有上百头天魔,成为方寒的囊中之物。 找死! 远远的大威德魔王看到这一幕,脸上一动身体纵疼之间,一道黑光撕裂空气,直逼方寒背后。 狼烟法球挨的这一记黑光,立刻就被击散,发出破裂之声,受伤的蛇一般缩减的七杀葫芦之内。 失去狼烟的保护,方寒连同加兰会的八个弟子都掉落下去。 幸亏他们飞得不高,众人身体又过于强悍,掉落地面之后,借助翻滚,消除了冲击力,立刻爬起来,朝着九宫金塔的金光,跑了过去。 是我们有画门的弟子? 那个,那道黑光,不是普通的天魔,是一位魔王。 我的天哪,是魔王! 这几个弟子啊,竟然能够在魔王手下逃命,实在是厉害。 是迦兰会的几位世界,难怪迦兰会可是我们与画门弟子之中最大的团体。 迦兰会中怎么会有男子啊? 那个男弟子是谁? 立刻就狠了。 他身上好像是一件魔宝。 刚才黑烟滚滚,我还以为是一位厉害的天魔呢。 就在这时,九宫金塔光照之中的弟子也看清楚了十四截人, 顿时议论纷纷。 不过,却没有一个动身跑到金光照外面去接应的。 倒不是这些弟子落井下石见死不救,没有半点同门情分,实在是魔王出现,危险至极。 你们快进去,我来抵挡一下。 方寒眼看着金光照就在眼前,而后面魔王滚滚追来,不由得狂吼一声,天狼烟再度冒了出来,化为一条庞大的天狼,张口,就朝魔王吞了过去。 周围的天魔啊,更是被这天狼吸尽了不少。 迦兰会的虚悦尔夜雨,直到这个时候,来不得半点犹豫,连忙震动,松涛起云水底把四周散乱的天魔震开,纵身一跃,跳进了九宫金塔的光照之中。 顿时,全身一清,松了一口气,安全了。 同时,他们用焦急的眼光,看向方寒。 方寒阻挡魔王,让他们挣得了一线生机,现在方寒自己却陷入重围,令得他们再度感动。 天狼烟欺杀葫芦,这是妖神宗的法宝,居然会落到你这个小虾米的手里。 浪费了,给我拿来吧。 大威德魔王,一闪而至,看见方寒寄起天狼烟,化为一头天狼药,吞噬自己,顿时冷笑叠叠,伸出魔掌,迎风一晃,变得巨大非凡,狠狠地朝着天狼烟一拍。 天狼发出了凄厉的惨叫,爆炸成了烟雾,又缩了回来。 方寒被这爆炸震荡地摔了一个筋斗,想要再催动天狼烟,却发现,天狼烟在葫芦池中缓慢地恢复着,根本不能用。 显然被魔王拍成了重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修复得过来。 这大卫的魔王,比起金石台要厉害得多,当日,金石台都破不了这天狼烟,虽然那个时候,我有烟的帮助,但现在,我厉害了不少,这魔王一击,就破了天狼烟,魔供套天哪。 方寒大惊失色,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和神通灭境中人的差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